檢調人員來積茶 因為這家茶行 被檢舉賣摻混的混裝茶 接著又來到茶行 位於台南新跨區的製茶廠 現場茶口4500公斤茶葉 以及相關器材 檢調調查發現 茶行及製茶廠中性負責人 以7比3的比例 摻混越南跟台灣茶葉 接著在購物網站高價販售 然後有在淘寶直播 那從107年開始 他就有在販售 不法所得出估是1億元 檢調表示周姓負責人 摻混茶葉之後 進行專業烘焙再包裝 從茶葉的外觀 真的很難分辨 現在我右手拿的是 法茂的茶葉 左手拿的是台灣的茶葉 從外觀是看不出來的 那麼民眾到底該如何分辨 是不是買到了 摻混的混裝茶呢 除了茶葉泡開之後 茶梗的軟硬度差別 茶行業者還說 台灣茶喝起來果香味重 越南茶不會有果香味 而且還不耐泡 建議民眾要買茶 還是直接到茶行 試喝後再購買 來避免買到混裝茶 華視新聞劉漢生 邱君平謝雨昕 台南報導 觀眾朋友有一件事情 不知道你們做了嗎 那就是趕快來訂閱 我們的CH52華視的頻道 而且記得喔 一定要幫我們分享 按讚 還要開啟小鈴鐺